台中市一中間與太平路口 原本是彩色路面 已經用瀝青蟲鋪 焕然一新 才幾天時間 你看這邊一個洞 那邊一個洞 到處坑坑巴巴 摩托車腳架一壓 就是一個洞 真的沒看過新馬路 會這麼脆弱 這是台中市新鋪的柏油路面 不過非常的脆弱 我們用手輕輕的一摳了 馬上就可以把它撥起來 而且就像巧克力酥餅一樣 一撥就碎 柏油路面四處凹陷 又醜又難看 改天勢必又得重鋪 花的又是你我的納稅錢 這品質太爛了 無奈吧 不注意細節吧 就想要趕快做完 然後就收工 浪費大家錢啊 為什麼才剛鋪的柏油路 這麼脆弱 懷疑是回田不實 工程品質低落 路面夯實沒做好 夯實的動作就是 增加柏油路面的壽命 那他這個動作沒有做的話 那這柏油路面 等於是白鋪了 我們會點它 好不好 這多問承辦單位嘛 這個也要問市長啊 不是很奇怪 一眾街商圈馬路缺失不斷 先是彩色磁磚 下雨天容易打滑 造成騎士瓶瓶摔車雷殘 重新補牆後 如果市府單位不用心 就算媒體一直關心 看久了 不經歷 搖頭灰心 民營 我是張盛林技能 陳建華 台中報導